你今天一直在乱说一些这样子的话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我手臂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 真的不知道 我尊重你的选择好吧 阿姿 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也没有选择什么 我哥 阿伟 没事阿伟哥 没事的 你不能这么说 你不想带我去你公司了 你就直接说就可以了 没事 阿姿 你知道我认识你到今天 这一路走来是为了什么吗 就是为了能把你带到我的公司去 为了能把你带出去 带出这个大娘杀知道吗 那我现在可以快走了呀 阿伟哥 那我这是为了什么呢 到今天我这是为了什么呢 阿姿 你既然跟我说 你说我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可以快走了呀 我可以快去你公司上班呀 阿伟哥 是不是啊 我快 因为美快帮完了 你就不要骗我了 你就不要骗我了 我已经 我已经受够了 我已经受了几个月了 知道吧 你就不要说 过几天就走了 过几天就可以走了 骗我骗到什么 骗到下辈子 我都老了 我没有那么多七出了 知道吧 跟你怎么说出这种话 什么叫你设够了 那你这不一直以来都说你 以前你说你爸爸 你家里面人回来了 就就说对吧 现在回来了呢 就是什么 把玉米扒完了 把土豆挖完了 那土豆喂玉米挖完了呢 就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对吧 这这这就是我 这这次是真的呀 我都已经把洗领都准备好了呀 好了阿子 你就你我也不是小孩子 对吧 我毕竟我既然 我既然能能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 那么我肯定也是 对吧 虽然我肯定也是 不是那么背的人呢 知道吧 来直播间一万二千多个人 咱们没有关注阿伟的 给阿伟点个点个免费的关注 对吧 咱们认识了就是月费 我既然选择了去 给拍的拍我阿子 我们两个的记录给大家看 那么那么我以后对吧 我我跟阿子母有没有未来 我都是我都是希望大家 大家不管阿子以后跟谁集会了 或者我阿伟跟谁集会了 我都希望大家祝福我们 知道吧 那么我们我也是把 粉丝们搭一家人一样的 我不管以后走到哪里 对吧 那么我都会把我的生活 拍给大家看 知道吧 以后 但是以后的直播也好 就是说那种的话 就可能就没有阿子母的出现了 知道吧 我的视频里面就没有阿子母的出现 但是但是没有关系 知道吧 喜欢我的呢 给我点个关注 对吧 今天晚上我带了一点期许呢 是因为我真的真的心情不好 知道吗 希望你们能够站在我的角度去想一下 知道吧 我真的心情不太好 说实话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我平时我也是很大气的 也是格局也很大的 知道吧 只不过今天就把最近一直以来的这些情绪都爆发出来了 对吧 我憋在心里面的那很多话 我都爆发出来了 今天晚上我开这个直播呢 我想就是给叔叔阿姨妹 一个交代 对吧 我什么愿意走的 那么就是说为什么不来了 对吧 大概的给大家说一下 有些细节的话呢 我也不去不去说破了 知道吧 你找借口 我没有找借口啊 我就有什么就说什么 我性格是比较直来直往的那种啊 有什么就说什么那种 谢谢 然后呢 也给我们家把一把二把三 这三个大美女点点关注啊 这三个姐姐呢 一直以来 我自从玩这个认识阿姊妹 拍拍了这个是这些视频 大家都是大家都是认识我的 然后呢 也很关注着我和阿姊妹 你们就不要关注我了 阿伟哥都走了 你们就不要关注我了 关注我的都去关了吧 不要这么说 不要这么说 这样子就你就你就那样子了 你那个对吧 你以后有你的生活对吧 你不管在老家在老家也好 不管在去外面打过也好 你可以拍点你的肌肉 生活肌肉给叔叔阿姨妹看对吧 没事可以给叔叔阿姨妹直直包 聊聊天对不对 不用了 阿伟哥 我的话那个啥 我的性格是直来直去的 所以我不会找借口给阿子墨说这些 对吧 我并不是也并不是说不喜欢他或者怎么样 但有些东西不是我想的那样子知道吧 那么我觉得如果我真的不喜欢他的话我也 不用了 我今天莫名其妙的真的我我都完全我也不知道你在干嘛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这样这样说了那肯定是想好了的对不对 对想好了 我相信你也想好了 你就不要在那里抓好人了 好吧 好吧 你比我清楚 你为什么要就感觉我误会你一样的 你这话说的对不对 我不想清楚什么 那你这样子是说什么呀 你你这样子的话直播就说什么呀 觉得我阿伟好像误会你什么了 一样的 但是阿伟哥我真的没做什么呀 我做什么了吗 你做什么你你还要我说清楚吗 你自己不清楚吗 心里面对吧 那那你觉得我我天天在干活干活 除了干活就什么都不会干 所以这样的吗 我不会那么小气的阿子 我不会那么小气的 那我到底做了什么吗 好了不要说了 你就那个你有你有没有有什么要跟我说啥也没说的 你你你给他没说一下吧 我就挂了 我就走了 我不话可说 我没有什么话可说 因为我只觉得我现在一片空白 因为我觉得哎呀 我一直希望着跟你走了 今天突然结束这样子了 我觉得一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是我干嘛啊 干什么了 真的我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阿伟哥 给我走了 你有想过要给我走吗 我想过呀 我不是为了跟你走阿伟哥 我这两天都每天每天每夜都起的走 晚的回的晚的包玉米这样子的吗 每天都数着我还有多少天又包包玉米了 每天都数着我刚才都还跟叔叔阿姨们说了对不对 我还想着不要跟阿姨摸他们说 我想着我想把他们不同意了 我就偷偷的跟你跟你走的呀 不要说了那个 我的话你就就不用说了那个你跟叔叔阿姨妹有没有什么说的没有说的就惯了吧 然后最后跟你说一句祝你幸福 阿伟哥我刚刚都是跟叔阿姨说过了我说 嗯就是幸福轮不到我身上有可能原来是真的说对了因为你不要祝我祝我幸福 我觉得我幸福很幸福的事情都已经就这样子一下子就一片苦白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幸不幸福的 不要祝我幸福啊 祝你幸福就可以了 祝你开开心心 因为我相信你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孩子的阿伟哥 我没有想过我没有想过要去找一个比你更好的 真的 因为我这个人是一根机的那种 选择了跟一个人在一起 我就决定跟他在一起了 没有想过 要去找一个比你更好的 我觉得女孩子 只要人品好 西底上年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 好不好的 都差不多的 知道吧 谢谢谢谢叔阿哥 我们八千多个儿叔阿哥 节目 谢谢你们的关注 谢谢谢谢 来叔叔阿哥 姐妹 你们没有给阿姊姆点关注的 也去给阿姊姆点个关注吧 因为毕竟以后 我们没有给阿伟哥点关注的 也去给阿伟哥点关注吧 摔个节目 不用不用 我不用关注啊 我不用关注 我的才不用 现在前面关注我的那些都取关了吧 我的才不用关注呢 没有啊 你以后可以跟叔叔阿姆聊天啊 对不对 你们没有 一万三千多个人 你没有给阿姆姆点关注的 给阿姆姆点 点一包关注吧 然后想看阿姆姆的 以后就 就可以去阿姆直播间看阿姆 我的话以后 我 我有 比如说拍视频 我也不会拍阿姆姆了 然后直播以后 是我自己直播了 可能啊 你们就 你们就给他点点关注吧 好吧 对 喜欢他呢 给他点个关注 以后就可以去看看他 他跟谁集会了 或者过得幸不幸福啊 这些 嗯 可以去看一下 好吧 阿姆的话 喜不幸福 都不重要的 因为毕竟我是个男人嘛 我会保护好自己 阿伟哥 你今天说莫名其妙的 你说 你以后不来找我了 没事阿伟哥 真的 只要你想好了 我也以为我没有什么理由挽留你 因为我没有好的东西 我也长得不好看 我也没有什么 虽然我没有资格挽留你 对不对 虽然我也相信 你会找到一个 比我更好的女孩子 因为你长得又帅 对不对 条件又好的 我的话你放心吧 我的话我 嗯 我觉得我快要出去了 但是出不了了 那没事没事的 一点事都没有 阿伟哥 谢谢你 我想我想我我想 说什么都都觉得没有必要说了 对 我说传言都说的 对 我只有挖泼的土豆和巴泼的玉米 是的 既然你既然你做不到 就是你你给给不了我想要的 那么我也 那么我也 可能就走了 对吧 我不可能就傻乎乎的还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呀 对吧 我也是有我的要求 对吧 我也是一个 一个 我喜欢简单一点 但是我不是要什么乱七八糟了 阿伟哥 来我们九千个人还没给阿伟哥点关注的点关注吧 因为你们必怎么样 这个抖音是阿伟哥给我弄的对不对 你们你们都去关注他吧 然后都去关我吧 我那个了阿伟哥他也这样走了 那我我也不可能玩抖音了 对不对 摔个劲 不用你不用这么说啊 不用这么说 什么什么取关我了 什么什么的 这不用这么说 不用这么说 什么取关你 然后关注我 对吧 我没有那么自私的 那个 那个 说啥一个劲 他们喜欢摔就关注摔嘛 对吧 这个不存在的 你们喜欢阿姊木的给阿姊木点个关注 或者喜欢阿伟哥的给阿伟哥点个关注 没事的 反正对吧 咱们认识是一组原费以后的路 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了 但是呢 BG